每一支 每一支都兩支 你貼在那邊的官傳七十七八十度的時候 你貼在哪裡 你自己把它倒不下 下次來 這是我貼的 只有你們有 只有你們有 沒有買到的 沒有 所以要講話 我們大約在12年20 就是一個活動是貼在藝朗那邊貼這個磁磚 如果大家要參加的 請就過禮儀會請 好不好 好 謝謝 那我現在就就發下去 要參加的就請 就就就就就就 好不好 好 那 各位貴賓 歡迎大家 搭乘這個正氣火車 那我們這個正氣火車是 1949年出場 大概87歲了 那是跟日本的喔 日本的CT57型的 那是旅行的喔 那台灣現在只有這一輛 所以這一輛 那 我們今天行 這個正氣火車呢 它早期在西部幹線 它的火車行駛的速度可以高達100公里 所以它又有機關車 以往 貴婦人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尊稱 那這是古董姐 那這一部正氣火車現在是長住花蓮 長住花蓮 那在我們有慶典活動的時候 或者說我們跟日本有締結一個叫做姊妹列車 那 締結姊妹列車 那日本呢 像我們連續叫做仲夏寶島號 跟日本他們叫做冬季思源號 他們是冬季開的 我們是夏季開的 是同一型的車 那 像日本去年 他就派了 一百二十人的代表團 來搭乘這個正氣火車 從玉嶺到台東 你知道我們玉嶺到台東的 仲夏寶島號的票 現在賣多少錢吧 一千六百八十八塊 秒殺 我們那天開放就秒殺了 那所以說呢 這個很多的 來自世界各地的這些 那些稻米啊 他們的蒸香要來搭乘這個蒸氣火車 你現在要坐火車 要聞到這種煤煙味啊 真的是很困難 只有小時候 我們現在等於是在重溫我們 小時候的那個光景 有的可能慢一點出身了 都沒有這樣的印象 所以說這是一種懷舊的類車 那另外我們走的這條線 我們從本來花蓮到花蓮港有一條支線 我們叫三角線 就是嘉興村那邊 花蓮到花蓮港直接有一條線 然後北迴線到花蓮港也有一條線 就是這樣過去 然後這是北迴線 就是到花蓮 所以我們叫做三角線 那以前我們的車子啊 一直會偏模號 車子會偏模號就是說 你的轉彎可能轉這邊的會比較多 那這邊的輪延會模號會比較多 那一段時間我們車子要把它調模 換另外一邊讓它去模 讓它平衡 那現在呢 三角線沒有了 三角線沒有了 那變成要怎麼樣呢 一段時間要 另外一邊的車輪會稍微 模號比較少 那一邊模號比較多 那怎麼辦 用削車輪 把它削 削一下 讓它兩邊的輪延一樣的獲利 那以前有三角線就不用這樣 那現在三角線很 因為那個嘉興村那邊 弄了一個浩子站 現在有一個可以在那邊交會列車 嘉興 就是我們雷補到花蓮港 中間的嘉興村 那邊有一個小葉台 十幾年是在那邊換班 那那個小葉台那邊在那邊交會列車 有兩條補道 為了做兩條補道 所以我們把那個三角線 花蓮港三角線就把它廢掉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啊 那花蓮港站 花蓮港站它是1939年設站 1939年設站 那時候是日濟時期 那時候叫做東花蓮港站 那以前我們舊站 花蓮舊站 就是六騎重化區 那個東大門那邊 以前那個火車站叫做花蓮港站 現在的花蓮港站 以前叫做東花蓮港站 那後來呢 後來那個舊的火車站 東大門那個舊的火車站 後來改為花蓮站以後 那東花蓮港站 就現在的花蓮港站 就把東花蓮港站 改成花蓮港站 那早期呢 我們花東縣通勤的那個 早期如果你是住在南區的 那獨花鐘的啊 什麼那些啊 都會坐火車 坐火車勒 在那個花蓮高中那邊 那有一個招募站 可以在那邊下車 我就是從那個東縣 一直到花蓮舊站 再延伸到花蓮港 再延伸到花蓮港站 那時候還有通勤的火車可以坐 那是早期的回憶啦 現在可能那個 帳牌是不是還在 那可能還要去找一下 那就早期像我們的 那時候機場有沒有移到這邊來的時候 那時候給回縣的所有的車子 要試車啊 我們的機場是在東大門 可以試那塊是我們花蓮機場 那所以說我們那時候有鐵櫃 鐵櫃啊 經過那個曙光橋有沒有 那一條啊 我們在經北部啊 然後再去試車 可以試車 所以那時候呢 那個所有的維修都是在那邊 那現在它廢掉以後 就移到我們這邊 車站的北車這邊機場 所以那條線的話 就沒有再走 沒有再走 那條線就被整床 就是我們的自行車步道 自行車步道 大概是這樣子 那當初憲政委也有提議說 想要弄一條 恢復那條 這個蒸汽油車來行走 那但是呢 這個 因為那條我們廢掉以後 那個土地就捐給縣政府 那結果縣政府說 要做蒸汽油車的時候 叫我們要把那個土地再買回來 我們當初捐給你 你叫我們買回來再哭 那當然是 賠本的沒有生意 別人做吧 那所以那這個花蓮港站 早期它有辦錢包 它有辦客運 那現在就 後來就停辦了 停辦了以後呢 現在是辦貨運 所以那還有一個車站 大家可能不曉得 花蓮 有一個叫做花蓮港站 那這個車站呢 目前是還有站長 副站長也有站連 那它的主要功能 貨運站 是它辦成貨運 這個我們亞洲水泥 新城的那個水泥灌車 到這個花蓮港 花蓮港 然後裝廠 它有第十號碼頭 跟第十八號碼頭 兩個碼頭在裝廠 他們那個 新城的這個水泥 水泥灌車呢 我們叫水泥頭 它運到花蓮港以後 釣到馬樓裡面去 釣車釣到馬樓裡面去以後 就用真空啊 用真空直接抽到船裡面去 抽到船裡面去 那是散裝水泥 散裝船 那就一天大概我們 一天大概 最多時候 一天十趟 十趟 現在大概右邊剩下大概 八趟 八趟 就是亞洲水泥的部分 另外呢 以前台泥 台泥和平廠 花蓮廠還在的時候 那一天有五趟 就從和平運到 花蓮港 在 由花蓮港 運到它產區裡面去 所以知道 我們要去漁港的時候 有看到那個 鐵軌有沒有 平交道有一個平交道 我們要去 漁港那邊有一個平交道 那個鐵軌 那個鐵軌 就是從花蓮港站 要通往台泥 廠區的一個支線 那個支線 那另外呢 那個 還有一家 就是後來增加了 中鋼 中鋼大概是在 一百年的時候 歡迎八三七關車 為了這個 中鋼的那個食料 電缸要 細食 細食 要做電缸的 那這個 從 那一天現在大概五趟 運到花蓮港 然後再裝船 最後我們終點是花蓮港 對 大概是 我們等一下到 大概行車時間 大概是二十五分左右 那可以到達花蓮港 那這次呢 非常感謝就是 我們縣鎮 幫幫局 在那邊辦了一個 叫胖卡事件 在展示這個 花蓮的 龍特產品 還有 花蓮的在地免費 右手邊的 所有的人員 好多朋友 可以跟他們揮揮手 今天的那個套票你知道嗎 我們賣這個紀念套 前兩百名 限量一千到 前兩百名 才有 乘車證可以 達成這個 政績 那 你知道 多久了 六月五號就有人 開始在那邊排隊 好 他給他 好像下午一半 他事實上台灣的鐵道米 大概應該有 一要十萬 一要十萬的鐵道米 像排前面幾個那個 那個都是 全家出動的 他爬 他母子 他弟弟 全家出動的 那個 那個 那個都非常熱衷 他們全省跑 全省跑 那 那個 像我們那個 政績火車 像玉里開到 台東那個 每年的種下包 我們六號十九號 然後七月六號 然後 七月十三號 總共開了三趟 那 第二天回程 的是 由玉王來包 來包 這個行程 做套裝行程 那這個 這個已經就秒殺了 一開放 售票 就沒有 就秒殺了 那其中一個很特殊的一個 叫做日本 日本叫 藤井英樹先生 他四年 追火車 四年來台灣 五十趟 一年來十幾次 四年來五十趟 那今年呢 他七月六號 他本來沒有訂到 好 後來我們就請我們的同仁 他說 有退票的話 你趕快要把他抓住 好 那 可以先來 大家跟 我們大家一起跟店長 還有帥氣列車長 合照好嗎 好 對 那是不是 觀光處的 對 現在我們觀光處 張曉雲張科長 對 那是不是可以 都站起來 我們圍在店長旁邊 來 好 我不用帶 因為這個是店長長的帽子 我的帽子不一樣 你們想要戴嗎 這個 真的很難得的機會喔 來來來 這個帽子不是隨時都有的喔 來來來 這個帽子只有兩頂 很抱歉 來來來 我們來來 來這邊 那我們的牌子 來 牌子 長牌 好 我們跟店長一起來合照 來 謝謝 好 我們就站這邊 店長要不要支持一下 我們處長的大口呼吸 欸 那個我們文化局局長 江局長 江局長 他在另外一個側下 等一下他就在這裡 坐到後面而已 好 我們 局長 局長 一起來 鐵路文化 鐵路文化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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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跟店長一起來 謝謝 請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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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這邊看這邊 快點 走動向 快快 好 請 西瓜 甜不甜 甜 站長帥不帥 站長帥不帥 帥 都不好意思 台灣連路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 那個要戴帽子要照相的 你們就戴吧 對啊 對啊 謝謝 謝謝 鴨子 沒關係 可以可以可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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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幫忙可以打卡上場喔 我們有受傷禮物 對